皇帝十七岁那年 曾问已成为魏太后的魏贵太妃 明恩公兰忘记权倾朝野 威胁皇权 母后却让郑空置后卫 戴兰氏婉衍及姬后求取入宫 可是欲使欲擒故纵之计 您就不怕其权势过重 吞并皇权吗 魏贵太妃保养极好的脸露出一抹轻笑 十年前 明恩公还是一普通商户 当他奉上温室账本向哀家投诚时 说实话哀家并未将其放在眼里 若非哀家先父及善心卦一数 皇帝惊讶 未曾听闻外祖父善官心卦 皇儿自然不知 这可是魏家立足之本 哀家能从一小小贵人容生至贵妃之位 皆是你外祖知道 皇帝想了想便懂了 莫非明恩公兴相有意 兰望姬出入京时只是一无名小卒 你外祖父却发现那时正值新子微星现实 而他向你我投诚之时 皇儿身后帝星之相最明 你外祖父只藏于屏风后 略略看他一眼 便确定兰望姬是帝王辅佐半星 只要他站在你旁边 地位非你莫属 果然 你外祖父所料不错 魏太后看皇帝听了这些话 并不如何相信 仍是满怀一色 所以继续道 近年来 各地郡王野心不惜 在封地里蠢蠢欲动 三个月前 暗卫传来密信 发现与宁王进案中跟镇南王府有所接触 与宁王的身份 皇上不会不知吧 他可是前太子的嫡子 而镇南王府只长二十万林家军 更如你他侧猛虎 不可轻去 如今能对上他而不输之人 唯有同样战功凋饼的名恩公兰 望姬一人耳 他 可是咱们目前最好的靶子 哀家之身为至尊 受之于人乃其耻大辱 可小不忍则乱大谋 未有朝一日 你我母子不必再养人鼻息 当忍常人所不能忍 母后教诲 而谨记